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突然出现在你眼前 你会对他说什么 《你怎么现在才来》 作者 王文华 上礼拜 宝琳娜在青石区认识张宝 立刻开始没完祷告 我要感谢上帝 竟然让我遇到这么好的男人 张宝这名字好熟啊 佳佳抓着头 不知道在哪里听过 不可能啊 像他这么帮的男人 世界上只有一个 你们怎么认识的 我约一个在市场认识的男人去健身房 他姗姗来迟 我就自己先下去运动 我大进士 在跑步机上看他走过来 就破口大骂 你怎么现在才来 还不赶快去帮我拿条毛巾 他顺从地去拿毛巾 还带了一瓶矿泉水 我用毛巾擦干脸后瞪他一眼 才发现 他根本不是我约的那个人 你认错人了 啊 我连忙跟他抱歉 他笑嘻嘻地说 能为我服务是他的荣幸 接着很绅士地赞美我身材很好 我习惯性地撇开头 刷晒头发 没想到他和我再见 接着走进教室练瑜伽 我心有不甘 路过他身旁丢下手帕 没想到 被他旁边的色狼掀起 立刻跳起来说 小姐我请你喝下午茶 哼 这家伙在玩玉营孩剧的游戏 不不不 他纯粹是证人君子 鲍林娜替他辩护 于是我在健身房外等他 为了性感 故意不吹干头发 我假装把手机放在耳旁 万一他突然走出来 会以为我在打电话 他出来时对我点头 我假装收讯不良 把电话挂掉 我对他开心地招手 惊讶地说 咦 怎么会这么巧 我注意到他手上没有戒指 结束一个行程 没有立刻打电话问 你在哪里 于是我胆大心细 说 我可不可以请你喝东西 你怎么可以先约他 这样 你不是一开始就处于劣势 你也许不相信 但当我看到他 突然间 我对所有的游戏感到厌倦 那些游戏就像大富翁 不论输赢 最后都是假钱 所以 你要谈一次简单的恋爱 这将是我最后一次恋爱 我已经三十多岁 手上没剩几张好牌 剩下的感情不能再随便海派 最后的王牌要赌给真爱 所以我决定 诚恳地和他交往 进了咖啡厅 我点了一杯浓缩咖啡 听了他的故事 我却鸣顶大醉 他是国外回来的NBA 在一家银行做外汇 他只谈过一次恋爱 对象是《长恨歌》里的杨贵妃 哦 拜托 这你也相信 我当然相信 我闻他身上的味道 确定他滴酒不沾 他看我时还会脸红 必定人之初性本善 他下班后都回家读历史 活得很简单 他的英雄是十七世纪 打奥图曼帝国的油金王子 一生只想读书和作战 一听就是骗女人的谎言 家家皱眉 当然不是 就算不是 你不觉得这种男人很无聊 那你就错了 有一晚 我们一群朋友约在香槟 这些人 亭亭玉丽 每个人都离爱马仕的Broken 聊天时 每次讲话不超过两句 跟你讲话 眼睛都瞄旁边的俊男美女 当俊男美女真的来搭讪 脸上的表情又变得郁洁冰青 我打电话叫张宝过来 他立刻爽快地答应 没有问还有谁 没有迟到一小时才大驾光临 他一进来立刻在桌上 放下几颗坑洞洞的椰子 同桌的朋友露出贤污的表情 他说 是在216巷的发财车上买的 是清凉降火的消暑圣品 在香槟 求我们那些穿Prada的朋友 和发财车上买的椰子 你说他是不是很酷 你那些朋友 大概不会喜欢这种幽默 但大家最后都很感谢他 为什么 你有没有注意 每次一群半熟不熟的朋友 在Prada里混 聊到最后没话讲了 大家就处在那边 众人眼睛看着桌面 其实都没有焦点 盘子里只剩两根薯条 也抓起来狼吞虎咽 有人做着想自己的事 有人到厕所听手机留言 有人东张西望看室内的装潢 有人小声问旁边现在几点 大家都想散伙 没有人敢说时间差不多 张宝却不一样 他观察到派对已经冷场 突然说 我们去南京东路 吃凉面和供完汤 大家高兴得差点鼓掌 为了赶快走 还抢着负责 多么悲惨的聚会 后来他还送我回家 发现我家在阴暗小巷 于是他陪我走到门口 一直等我打开客厅的灯光 然后他开始动手动脚 然后他帮我把垃圾 拿回他家到 谁有这种男人 我碰到了 我何其幸运 宝琳娜的表情 陶醉犹如新娘子 佳佳却还在想 从哪里听过张宝这个名字 佳佳 宝琳娜郑重地说 怎么样 我要嫁给他 遇到对的人 怎么都是对 遇到不对的人 怎么都反胃 或许你眼里的 不止一提 在有心人那里 就是整个春天 也或许 突然走进你心体的 那一阵温暖 让你的人生 突然明媚起来了 你还不忘 娇臣的埋怨 你怎么 现在才来 感谢你收听我的分享 我是超狱 下期见 我的天哪一阵温暖 我行过来 我向我等我期待 我期待 未来却不能因此安排 明天傍晚直窗外 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 向左向右向前看 爱要快几个晚再来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爱 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 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 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 明天傍晚直窗外 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 向左向右向前看 爱要快几个晚再来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 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 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 我往前飞 飞过一遍世间海 我们也曾在爱情里受伤害 我看着路蒙的入口有点窄 我遇见你是最美的意外 总有一天我的谜底会解开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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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